台北農產公司 跟台北市長柯文哲之間 最近傳出真正火藥味 周三台北農產公司 召開董事會 要選出常務董事件動作 柯必被問起是否推派的人選 林秋會是否有信心能順利當選 是這要說的 投票我們沒有辦法時間預測 但是希望大家都 按照約定 投票嘛對不對 不過有一點要先勝利 這個地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我們只是委託國債公司在經營 但北市府派人提案 推選林秋會為董作儀式 卻遭代理董作誠意中拒絕 記得柯批到市議會進行施政報告時也嗆聲 是我們委託你經營 沒有時候叫你整個拿去開什麼玩笑 12月就不跟他續約 請他搬出去 政治上大家要講信用 所以總沒有信用我就懂手了 在談到農產公司目前的總經理韓國瑜時 柯皮也沒在客氣 我是覺得他也不需要 在那個地方再紀錄下去 北農董事會週三下午補選三席董事 其中包含代表北市府的林秋會 農委會推派的劉勝宏 及於林憲農會總幹事解明清 這個結果代表原本擁有兩席次的農委會 喪失一席次 欸 選舉結果不知道跟柯皮想的有沒有一樣 如果不一樣 市府真要解約 大家繼續看下去 生活中心 台北報導